每一回入围名单公布了 就会有遗珠出现 而今年这金马奖的入围名单 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就说了 评审呢在最佳剧情 还有最佳导演 这两项奖项的评选过程 是竞争争论最激烈的 最后呢很难过 还是必须要舍弃了军中乐园 因此他认为说呢 包括了暖今天 还有逗倒呢 其实都是这一届的最大主 是竞争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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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